我们这房子本身是在我们内湖科学园区旁边的西湖捷运站 一开头就是先介绍最吸引人的特点 也就是位于捷运西湖站附近巷弄内 等于是在内湖科学园区外围走路就能上班 这种老公寓本身一个楼高度还蛮宽的 在内科附近像这样近40年的老公寓要出售 每平约落在60万上下 新大楼动辄百万起跳 这样的价格防众观察 已经是历经多年后慢慢走洋 因此近期涨幅相对较低 内湖区去年跟近年的军家的一个弧度感觉上变动不大 顶多不超过10% 租客是因为之前是对比相对比较低 同样都是科学园区 但这两年附近房价涨幅大不同 从数字上就能看出端倪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 经典第二季全台平均房价每平为32.14万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每平30.28万元 已经是涨幅大约是6% 不过纵观全台房价上涨最快的前五大县市 六都当中只有台南市上榜 相对来讲它的房价的激起其实已经到一个程度 它的涨幅在比例上也不会跟其他县市是不一样的比较等级 台南近期有一些利多因素的发酵 比如说像台积电北外环 还有绿能科学园区 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有两个重化区的因素的发酵 数据看更明显涨幅最快的前五个县市 多半有刚性需求或者建设利多支撑 新竹县和新竹市就包办了第一名和第三名 新竹县今年第二季平均房价每平26.04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14.71% 新竹市和去年相比涨幅达到11.47% 不过中间海排了苗栗县 今年第二季平均每平来到19.12万 跟去年比涨幅14.70% 第四和第五则是屏东县和台南市 涨幅相照于去年分别为10.41% 以及9.87% 它整个新竹其实是一个大生活圈 包含苗栗都是一个大生活圈 然后加上苗栗其实也有竹南科学园区 它其实是不断的稳定的在缓步的成长中 当然还是跟竹科进驻有关 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和高收入科技新贵聚集 房价连带水涨船高 政府即便不断寄出打房 甚至囤房税2.0以送审 若顺利通过明年7月正式上路 但对于买房意愿却似乎帮助不大 根据国泰金控发布的10月 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显示 组组当中有30.6%民众会因为囤房税2.0政策 提升买房意愿 高于全体民众的23.1% 但有多达58.2%的民众认为 这项政策对于买房意愿根本没影响 我们看到很多租屋族 他反而是怕这些房东可能因为囤房税而涨 租所以他有产生所谓的租不如买贷款利率 仍然是维持相对高档 囤房税如果他会产生转嫁效果的话 那的确会让整个租房的压力变大 相对来讲可能房价支撑 或者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就会更明显 也就是普遍对于房市景气 民众还是没太多信心 再看到国泰金针对未来半年内住宅价格变化预期调查 有58.4%的民众预期涨幅超过3% 其中有45.3%的民众认为这个幅度会落在3%到10% 而只有10.3%的民众预期房价跌幅超过3% 整体而言民众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相较于半年前还要更强烈 过去在土地以及在建材它的成本都是相对的垫高 所以再加上目前的一些绿建筑那么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带动之下 那么似乎在整体的一个房价 他们在调降的一个意愿上其实是比较偏低的 屯房税2.0若真的通过是否会为房市降温带来一丝希望 专家认为效果不大 民众也似乎还很无感 TVB新闻连至周宇宣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